大家好,我是雲丹 我是雲丹的 我做了工作的关系 九州移户了 九州的生活 第一次在九州的生活 很快 有什么好房子 所以 今天的视频 是 九州的房子 大家好,我跟文丹现在在机场 我们两个要去九本县找房子了 我们看一下现在几点 我们要在机场待到4点半去check in 坐6点半的飞机 先去早点吃的吧 因为大多数的店都没有开 我们找到一家咖喱店是营业到晚上10点半 所以就决定吃这一家 他们是用机器点餐 我跟文丹要内用全店内 我们点了一个炸猪排咖喱 一个牛肉咖喱 文丹加点一个温泉蛋 这样总共是2070日元 会拿到这样子的实践 这次是文丹第一次做国内线 也是我第一次到武田机场的国内线 而且我们两个全素颜 哈哈哈哈 文丹一下班就跟我一起冲去机场 很辛苦欸 这个面白的 对啊,它的形状很有趣 你们看它是长这样 这个碗整很高 感觉其实量没有到很多 所以还蛮适合晚上夜宿机场吃的 这个面白的味道 哦 这个柠檬的味道很好吃 可以讲,我喜欢吃的吧 烤醉 好吃吗? 这个是五百 哦,十百 好 因为虽然外面虽然太辛苦了 我跟文丹在来去问机场的胶囊旅馆 结果机场的胶囊旅馆说 已经没位置了 叫我们来另外一家 Excel Hotel 因为看起来太高级了 我跟文丹想说 嗨啊,这个一定超贵 所以现在他就在查价钱 怕我们住不起丢脸 我们住不起丢脸 不想给你带来的 我去带来的时候 很高了 不可以带来的 不可以带来的 哈哈 一个房间多少钱? 一个房间多少钱? 一个房间六千 很高耶 我们睡外面啦,没关系 整个机场几乎都没有人 我们找到一个绝佳的位置 可以两个人站在对面睡 也没有机场减轻 没有机场减转 没机场减轻 没有机场减轻 不会被公開的 所以这里不小心 有机场减轻 我们在这个休息区 还有卖饮料跟食物 还有电视可以看 我觉得是蛮舒适的阿 我们家里来了 谢谢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超级大状况 刚才宝全跟我们说 國內線差不多晚上12點就要整個關了 如果要睡覺的話要去國際線 所以其實國內線根本就是不能過夜的 我們兩個嚇死了 因為我們是一大早的飛機 就不知道怎麼辦 總之呢就是先在國際線睡覺 然後一大早再趕來這裡check in 我們拿好 我現在這個就把他拿 國內線的第一行下跟第二行下 還有國際線的行下 全部都有免費的巴士可以坐 為了找個房子 我們兩個真的是會累死 可是第一次有這些經驗 第二次就不會做錯了 也還不錯啦 專業的機場過夜族 就是要自己戴牙刷還有牙膏 早上5點20分 在便利商店買了一個手捲 現在我們兩個要坐車去國內線第一行下 一大早的天花板真的是有夠浮誇 我們兩個這次買的是skymark 是第一次買 而且是第一次知道的這個航空 因為它最便宜 國內線好像比較多都是這一種機器check in 因為我跟文當太晚check in了 所以我們兩個要坐在一起吃火大便 你怎麼做什麼 如果有什麼東西有的話 你不要幫他幫他幫忙 我真的覺得很重要 我真的覺得很重要 我們到福岡機場了 福岡機場了 福岡機場很美味 很開心 只有熊本 你怎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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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的花 我眼睛現在太乾了 我完全張不開 現在幾點你知道嗎 才8點半當然長這樣啊 你叫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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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岡的電車和東京的電車顏色不一樣耶 東京的電車 第一次來交通還不太了解 還好文章有來過 就跟著他走就好了 現在是通勤時間關 跟東京不一樣 人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好輕鬆自在喔 Ru-chan 化妝禮 ちょっと飲了 ちょっと熊本っぽく喋ってみたんですけど 遂に熊本に到着 Yay Ru-chanはね 福岡まですっぴんできたわけですけど 熊本から いつものRu-chanに戻ろうというわけですね 福岡で普通に化粧すればよかったのに 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ね クマモンが喋っている このクマモンずっと見てると 不安になってくるな 我們現在從熊本車站剛走出來 什麼東西都沒有 另外一邊還是山天啊 超広的 但是人很少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人很少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去不動產 要去找房子 現在不動產的人要開車 帶我們去看房子 大体待ってる 今日も一緒に見に行く ではね 初期費用は高いね 對 日本的初期費用真的超貴 等一下再好好跟大家講解一下 家で感じらめぇ 普通の部屋じゃなくて 這個是哆啦A夢睡覺的地方耶 剛才不動產的人跟我們說 這個房子設計的公司本來 就是那樣做移動房子的 所以他們設計的房子 是一般日本家庭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要去看第二間房子 我們簽完房子了 已經晚上5點還搭配夕陽 やっぱね 時間かったね あとの 營養じゃないですか 花超多錢 天哪 在日本租房子真的太貴了 但是我們已經解決了一件事情了 一次半 我們現在從熊本車站做新幹 現在要回福岡 又要準備回東京了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最真實的 日本租房子的出席費用有多貴 我現在拿的這張 是我們兩個沒有要住的房子當範例 像是日本租房子 一定要付付金跟禮金 那這一天比較好 它是不用付付金 但是禮金要付10萬日元 要付房租跟公共費 停車場的價錢 水電費 還有每個區域要繳額錢 還有日本的24小時的服務 像是83,580元 然後另外還要付保險費2萬日元 消毒費16,500日元 還有契約結束時要打掃乾淨的 66,000日元 保證費22,000日元 另外還要付個房仲手續費是 88,000日元 所以第一個月要住進去 你總共只要付40萬日元 這麼多 這實在太真實了 但日本租房子 真的一開始就是要這麼貴的價錢 我們要在福岡機場吃晚餐 看有一個拉麵街 因為福岡最有名的臀骨拉麵 文當都亂跑 已經不見了 嗯? 你怎麼一人在吃? 你喜歡吃哪一家店? 我們兩個就是吃的是這一家店 我跟文當兩個人都點了 半熟蛋叉燒臀骨拉麵 這樣一碗是1230日元 嗯,看起來好好吃喔 很棒 大家看他的麵很喜 其實當拉麵的特色就是麵都喝了 然後我們還點了10個煎餃 我跟文當超好吃的 這樣雖然沒有很脆 可是辣酸味比較不好吃 因為這一盤太好吃了 我跟文當都加點一盤 這家店很推薦耶 很高興 如果大家也來空洞 大家也來自行 請去旅行 哈哈 差不多 我們兩個已經check in 了 現在在等飛機 文當你可以講一下 這次我們兩個找房子的感想嗎? 其實這是因為我們兩個一點私人的原因 所以我們有很多房子都不能住 這次找到的房子都不是我們兩個心中理想的房子 我們兩個就有因為這件事情小吵一下家 但是後來我們兩個人在熊本車站坐著 然後聊天 就是講一些心理話之後 結果現在就好了 因為我們兩個整個這樣翻過來 這件事情還蠻大的 那兩個人一起跨越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未來好像有很多事情 都沒有這麼值得爭吵的感覺 這種大型的困難 然後我必須要說文當真的很讓我 很感謝他 你太平衡了 我也有點擁抱了 今天我們要文當第一次一起來 關機上的火焙鮮 我們要看他的說明 國際線就是這個冰淇淋 我剛才有試吃一口超好吃的 在巧克力裡面還有巧克力碎片 不要再玩手遊了 你每天都在那邊玩 幹嘛 要回東京啦 要回東京啦 明天又要上班 我們文當擺要買廉價航空 好想買到一般航空耶 現在還有電視 我們剛才看他的說明 國際線就跟一般航空一樣 有飛機餐 還有免費投運30kg的行李 還有飲料 開心 開心欸 天哪也太帥了吧 我找到國內餡 國內餡只有飲料是免費的 我們文單好興奮喔 它的音質超寒 我們現在看片子 真的要跟大家說晚安了 大家晚安 例如夜明天晃 我們要不要活動 現在是這個時候 最切… 我們來電話